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躲下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的徐佳莹 日前才突然在网上发文透露 长久以来有些事情对我来说非常奢侈 譬如公开抱怨 很多看似没有什么好值得拿出来说的迫事 也许说出来就没事了 罕见在网上公开吐露心声 也随机应激广大网友讨论 随后她也和大家解释 只是在说自己的万年削款 没想到隔了一天她又突然惊喜宣布 将在11月4度公担开唱 而且演唱会就取名为变得有些奢侈的事 直接呼应前一天的贴文 一向粉丝们纷纷笑说 薛佳莹实在她会行销 连发文内容都精心设计 也让不少歌迷超期待 这一次的演唱会她又会带给大家什么惊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